今天的会让你看见 咱们来说俩小偷 进小区里面偷东西 被保安发现了 哎呦这俩人就豁出去了 上演了一出狗鸡跳墙 先是翻过了一道四米多高的墙 紧接着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哇就跑了 整个过程都不到十秒钟 这是纵绿泉花园隔壁小区 大唐二组新村的监控拍下的画面 6点28分55秒 一个飞贼从四米多高的围墙上跳下 伸手敏捷 跳下墙后 这名穿着条纹衫的年轻男子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逃走 整个过程不过十多秒钟 你们最后在哪里发现他的 就在那里 在那个蹲子 那个蹲子那个地方 他当时什么状态呢 他当时一个拿着一把刀 叫我们不要动 我们说叫他不要动 他去和他跑的 另一名小偷则被围堵在了小区的西围墙上 见保安在下面围堵 他试图跳到隔壁拆迁的院子里 被追上来的保安用木棍打了腿 另外一个呢 跳到里面了 跳到里面了 他先为他爬出去 从保安拿紧棍刷了一下 他就会这边去跳过去 由于伤得不重 这名小偷从另外一侧逃走 只留下了保安和其家被偷住户干瞪眼 其中一名被偷住户李先生说 当天早上六点多起床后就发现家中异常 我发现我家的那个刷窗没有关炎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勤家已经到了这个阳台上面 然后我的包也被拿过来这边 我平常被的包 打开勤家 那发现我的现金全部都没在了 李先生说 他的损失在一千多元还不算最多 损失最惨重的一家 背到了五六千元现金和三部手机 背到住户都是同一栋住宅楼三楼到七楼的住户 在小区临街的位置 住户推测小偷很可能是趁着夜色 从窗户翻进了家中实施盗窃的 小区的物馆表示 他们已经向辖区派出所报了警 在小区加强巡逻的同时 还将征得住户的同意 在小区的外墙增加防护栏 保护小区住户安全 谢谢你